口呼吸的人常常鼻塞 所以他的腺氧體是比較腫大 特徵就是眼眶下這一段都比較凹陷 再來就是他臉看起來比較窄比較長 然後這些人常看起來都是這樣彎腰駝背的 都會讓人家覺得很疲倦 或是看起來臉比較衰的那種戀腥 Mewing這個動作啊 這個運動其實現在正在國外未為風潮 Mewing這個字的由來是因為有個英國的醫師叫John Mew 那Mew是他的姓氏 然後他其實是一個倡導大家應該用鼻子呼吸 改掉口呼吸習慣的一個醫師 然後他做了非常多小朋友早期的治療 但是他覺得啊 維持這個動作這個姿勢的觀念非常重要 所以他就強調了這個動作 然後被很多後面的人就直接把他的姓氏拿來用 就是說這個運動就叫做Mewing 那Mewing這個動作其實很簡單 就是請大家要平常的沒有講話的時候 就是維持嘴巴是閉起來的 舌頭要頂上耳 頂住你的上耳天花板 特別做運動的訓練的時候 你要做的事情是你舌頭往上頂的時候 你嘴巴要盡量張開 因為你要訓練你舌頭的肌力 所以舌頭往上頂的時候 舌尖往上舌背往上 整個往上提起來 去讓你的舌頭有點像是做浮力挺身那種感覺 就是讓你的舌頭肌力增加 那這件事情就可以改變你的下耳線條 這是所謂的Mewing這個運動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John Mew他這個學者 他其實最終的目標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改掉口呼吸的這個習慣 就其實現代人啊 因為根據他的研究 比如說我們的工業化的環境 空氣污染比較嚴重 然後我們通常會吃很多加工後的食物 所以咀嚼的次數變少了 這些事情都會讓我們口腔的肌肉啊 他的能力會下降 所以很多人就會不自覺的嘴巴都開開的 然後可能比如說鼻子過敏 鼻塞的狀況 所以會讓他 他習慣用嘴巴呼吸 去取代用鼻子呼吸的這個習慣 進而去影響到他的臉型發展 口呼吸的人 他其實通常在醫學上面來說 已經有一個統整的說法 這個叫做 通常講的是說 這些口呼吸的人 常常鼻塞 所以他的腺氧體是比較腫大的 就是他的一些免疫反應 其實比較明顯 所以他的這些事情 一早讓他鼻子過敏 整個鼻子塞住 嘴巴開開 通常這種現樣體面容的人 他的特徵就是 他看起來 我們這個地方 就是眼眶下這一段 都比較凹陷 這地方看起來都比較平 中臉部看起來是比較扁 沒有發展的 再來就是他臉看起來比較窄 比較長 下巴比較厚縮 然後這些人常看起來 都是這樣彎腰駝背的 所以那個人看起來 通常都會是精神比較不好 看起來都會讓人家覺得很疲倦 或是看起來 臉比較衰的那種戀型 所以通常其實都是因為他的口呼吸 這個習慣 慢慢發展 演變出來的 理型特徵 使用mewing其實就是想要透過你的這個口腔肌肉 讓他這個肌肉的強度重新訓練回來 所以mewing的人 通常你舌頭往上抬 嘴巴會閉起來的時候 你嘴巴就比較不會往後下方轉 所以你的下巴就會比較往前 所以有很多人 尤其很多亞洲人都想覺得說 自己的下巴看起來比例太短不好看 其實你透過mewing 你就可以改變你下巴的方向 你可以讓下巴可以往前一些 西方人現在很認真練習mewing的人 他們其實就是希望 他們追求就是希望下巴可以轉回來 另外他們也希望有一個很明顯的drawn line 就是他們說從側臉看 你會看到這條下巴的線比較明顯 不是我們講的國字臉 他們不會到國字臉那樣的程度 因為他其實咀嚼肌的訓練 他會比較強調在中段 而不是只有後面這個咀嚼肌 雖然你是整片的肌肉都會發展的 然後他們其實就透過說 你只要適當的訓練你的臉部肌肉 就可以自然而然做出這樣自然的效果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是因為你維持了鼻子呼吸 你鼻子開始有空氣可以通過了 所以你的空氣會流通到你的鼻腔 跟你的鼻痘腔 你的鼻痘腔通常跟臉型發展 就是臉部的外觀最大的特徵 你的眼眶下的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你的蘋果肌 所以如果你的鼻子呼吸建立起來 這個地方蘋果肌就自然而然的 你那個地方氣勢膨大 就會把它頂起來 所以你不用刻意去打蘋果肌 你只要鼻子呼吸 然後這個地方蘋果肌 就可以自然長出完 這個就是mewing可以做到的效果 那有些人會說 我有時候睡覺的時候 我就不自覺 我就會忘記做這件事了嘛 你可以把它想成說 好你平常可以留意這個習慣 晚上你可以用貼布來幫忙 就是我也會讓病人說 如果你有一段時間 你的嘴唇張力沒有那麼好 就是還沒有完全練起來 你又希望可以趕快有多一點效果 你用貼布來幫忙 我覺得是會有幫助的 但是如果說你其他白天 你都沒有做太多的練習 那你要養成這個新的習慣 你勢必要花更多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貼布 它可能不會完全取代你白天的努力 有努力就會有成果啦 如果你白天做的努力越多 那你效果一定會越快越顯著 如果你單純只用貼布 當然也會有效 可是你可能花的時間會比較久 就你要自己提醒自己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坦白說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對於自己嘴巴在放鬆的時候 因為你放鬆就根本就沒有注意到 自己的姿勢啦 所以通常這件事情 就會從覺察這件事情開始做 就是你先有意識的去留意 自己平常的姿勢 那你也可以 請別人幫助你留意你的姿勢 那因為其實口呼吸這件事情 尤其舌頭放鬆 放到不好的位置這件事情 根據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研究 已經可以看到說 很多人會因為這個樣子 常常會彎腰駝背 會容易痠 然後很容易甚至會有一些 頸椎的問題會同時出現 所以其實你可以留意到 自己舌頭擺放的位置 都會影響到你整個體態 我覺得這對大家來說真的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希望在今天可以帶給大家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不是 大家不是刻意的 因為我們整天都戴口罩 所以我戴口罩的時候 我也覺得我比較容易嘴巴開 那其實是因為口罩通緝量比較不足的關係 就是你的確會覺得戴口罩隔一層 呼吸會變比較困難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狀態 那我只能祈禱這個疫情趕快結束 然後另外就是如果大家在真的已經維持 好的社交距離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真的就是可以讓自己不要戴著口罩 然後提醒自己是用鼻子呼吸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還是重要的 那對於醫師來說就是我們其實也知道說 大家對於口呼吸跟鼻子呼吸的比例 其實坦白說大家不會是一整天下來 百分之百都是用鼻子呼吸的啦 但是我覺得要邀請大家就是盡量提高 自己用鼻子呼吸的時間 就是在整個整天的時間段裡面 你鼻子呼吸的習慣維持的時間越長越多 你的臉型就會往好的方向走 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嗎? 希望我們今天分享的內容對你有幫助 喜歡的話請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喔